瘦肉丸我终于做出了自己满意的口感 搭配酸酸辣辣的泡椒汤底 这一碗下去太过瘾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了 突然还想吃瘦肉丸 冰箱里刚好有一块肉 那就试试看吧 做瘦肉丸要选猪后腿肉 因为后腿运动量比较大 做出来的口感会更加劲道 肥肉和筋膜要剔除干净 然后放到绞肉机里面给它们绞成肉泥 先给这个肉泥调个味 适量的盐 松茸鲜 罗汉果糖 还有使用小苏打 这是我事先泡好的葱姜花椒水 放在冰箱里面去冰过了 这个水要分三到五次打到这个肉泥里面去 每一次加进去以后要搅到这个肉泥重新变得黏黏的 不太搅得动的时候再加入第二次 全程要用四根筷子朝着一个方向 不能换方向哦 加完葱姜水以后就是这个状态 现在要往里面加入木薯粉和红薯粉 这些都是有比例的 我会把比例编辑好 放在视频的最后哦 这个时候瘦肉碗已经做好了 如果着急吃的话就放到冰箱冷冻十分钟 不着急吃就放到冰箱冷藏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可以当早饭吃 让它冷冻十分钟吧 这样口感会更加劲道 趁这个时候来调个汤底 我放了紫菜炸菜虾皮 辣椒粉 泡椒 葱花 盐 生抽 醋 还有胡椒粉 锅里去烧点水 水开以后可以下肉丸了 建议大家可以先煮一颗尝尝咸淡 不够咸在肉泥里面再拌点盐就好了 浮上来以后再煮个一两分钟 它会变得比原来大好多 我也不知道它会大这么多 所以我好像做的有点大了 不过这个口感我非常满意 就跟外面吃到的一模一样 搅拌均匀再加两滴香油就可以开吃了